超杀 郭洪志创到期记录 127年最低防御率 九局下 到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 终结者郭洪志主投 郭洪志做到了 郭爸郭洪志不但拿下第12次救援 为老教头托瑞 在到期的最后一场球赛 流入胜利 更以1.20厘的超杀成绩 缔造了到期创退127年来 最低防御率的新纪录 赛后他表示 原纪录保持人刚爷仍然是他的偶像 而他最开心的是 他能够正常的上场投球 看着郭爸左手的手术横 就知道他不是装谦虚 为2000年时 他在小联盟第一次出赛 以157公里的霸气速球 才三局就删断掉7人 却当场投断了左手轴的韧弹 陷入投手的噩梦 2004年他被移出40人名单 因为没有球队运营接手 才续留到期 隔年他投出防御率1.37的佳基 终于被选进大联盟 然后他在大联盟与小联盟间 浮浮沉沉多年 才终于找出中继投手的最佳定位 今年到期台湾赛 他又受伤了 首先现在在那边跟大家讲话 是因为 因为这次刚好手受伤 他没有办法带大家 第一次感谢我们的球技 他会美国后努力复健 每天最早到球场 最晚离开 只要能上场 他都当成是最后一次上场投球 以霸气无敌的球工 跟打者正面对决 不但为他争得所谓台湾球员 打进民事赛的荣誉 也赢得球迷的喜爱 到期今年的球季结束了 不过郭霸的传奇才正要开始 动新闻 这头报导